之前我做了一期85寸的索尼大法9500G的开箱视频 单单B站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15万 距离那期视频已经有三个多月时间了 很多朋友通过B站,头条,油管,各个平台给我私信留言 各种推更 OK,不是我不做,是我一直在等索尼新产品的消息 最近呢,索尼大法线上直播发布了2020全系列的新产品 那我觉得是时候跟大家来聊一聊85寸的9500G 嘿,大家好,我是Wa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首先呢,开门见山,先给结论 85寸的9500G是2020年最值得购买的大屏幕电视 对,你没有听错 我说的是2020年 而且是指所有的电视 不单是液晶电视,激光电视 而是所有大尺寸电视中最值得购买的那一款 那我们先来看看大法今年的产品线 我花了一些时间列了这张表 这样是不是就能够清楚地看懂产品经理是如何绞尽脑汁 排列组合算计我们的了呢 这一次只有旗舰的Z8H和9000H配备了HDMI 2.1的接口 9500H作为9500G的升级款 并没有同步推出85寸的版本 那到底会不会有还是被取消了 不得而知 至少到现在为止官网还没有 为什么你细细品 这是我后面会让大家赶快去抢85寸的9500G的原因 那85寸的9500其实是对85寸的旗舰构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今年这H的新卖点真的不多 没有亮眼的黑科技 只是去年产品的修补 OK,那我们一样一样掰开来说 先说OLED 除了安卓TV 9.0系统和智能家居以及遥控器的统一迭代 A8H更像是A9G的固件升级款 因为依然保留了Pixel Contrast Booster 当然还有极光校准模式 总体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那H相对于G来说 最大的变化可能是支架、遥控器、喇叭 非对称的喇叭称之为空间平衡扬声器 这些是H新增加的 那背部两个反射扬声器 并通过独立放大器驱动 叫做多声道屏幕声场 这个其实G也有 Z8H应该还多了一些喇叭 叫做膜框声场 但都买这么贵的电视了 谁还会用自带的扬声器呢 再不计也得配一套Soundbar吧 画质上的新卖点不多 广锐视角技术就是视角扩展光学膜 经过一年多的改进 据说对比度下降的情况 有不小的改善 在9500H上下放到了55寸和65寸 在9500G上只有75寸以上的版本才有 至于直播中提到的iMax Enhanced 我们可以看到在官网的页面上 与杜比世界并列 其实是DTS 眼看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的大红大紫 就拉着iMax搞了一个iMax Enhanced 其实与杜比世界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 虽然对应的偏远也有一个logo显示出来 挺唬人的 但iMax Enhanced和THX Select一样 只是一个认证罢了 其实18年的9000F 当时就已经认证过了 所以9500H仔细看与9500G没有变化 甚至连7代已久的HDMI 2.1都没有 当然对于4K电视而言 HDMI 2.1带宽的提升并没有多大的用处 特别是在看4K电影几乎没有影响 而HDMI 2.1低延时的特性 对游戏更有用一些 所以索尼把HDMI 2.1给了9000H 因为新的9000H就是大法为了配合PS5而生的 为了游戏定制的一款机型 但9000H也有点尴尬 比9000F还低档的差异芯片 却搭载了具备自动低延时模式 是ALLM和可变刷新率VR的HDMI 2.1的特性 其实也只是在游戏性能上 跟三星的Q80R和Q90R打个平手 那X1芯片是索尼向MTK定制的M1MC芯片 最新版的MTK8K HDMI 2.1芯片是去年第四季度 才交付的 友达的120Hz VRR面板也是去年年底的事情 那MTK这颗支持HDMI 2.1的芯片 是最新的8K 60Hz的芯片 你能想到的技术都在上面了 成本很高 那下放到9000H 纯粹是为了实现HDMI 2.1 但肯定不会火力全开 必然是阉割使用 OK 所以也别高兴的太早 那精锐控光没有Pro和增强版的棒声 分区数量和亮度自然都会打折扣 都要从别的地方把成本找回来的 那就算这样 9000H的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从这个角度说 9000H又是一款性价比相对较高的产品 OK 扯得有点远 那这一次大反取消了8500G系列 那8000H也不是8500G的升级 在面板和图形性能上 接近8500G 外观更像8000G 可以理解为8500G 120Hz的面板换成了60Hz的 运动补偿效果会差一些 超薄的机身变成普通的 这些都是因为成本了 那敲黑板划重点 想要120Hz平价大屏电视的 要抓紧了 85寸的8500G 快要停产哦 好吧 说了那么多2020新品 接下来呢 在我开始聊85寸9500G之前 我想先帮大家 理清一个不得不说的概念 那就是画质 因为看了网上那么多的电视评测 我感觉没有人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过 厂商更不会愿意说出真相 因为这些内幕 消费者如果都懂了 就不好骗了 那现在一般用户对于画质的判断 往往是被厂商和大部分的数码博主带节奏的 引导着由硬件指标去决定 那在2020年的当下呢 大部分的厂商都在推8K电视 毕竟4K的技术陈述到没有啥可说的了 可以说是到头了 没有啥可以拿出来翻花样了 再不推8K电视也卖不出去了 大部分的数码博主也以开箱8K为荣 4K为耻 一说到画质 第一句就是这电视是8K的 Awesome Amazing 大家在挑选电视的时候呢 也都更关心是不是8K 什么色域 什么什么背光 是否能达到多少多少尼特 等等等等的硬件指标 对吧 那这些指标你觉得哪个最重要呢 来弹幕告诉我 那在业界和一些媒体的引导下呢 刻意的放大一些指标的作用 而对于真正影响画质的关键点 很少有人提及 其实这些硬件指标 不能反映画质的好坏 只是作为实现某些画质特性的硬件参考 而传统的作为量化画质好坏的标准数据呢 也不能准确的表现画质的差异 那在显示器设计工程师的眼中呢 以几个指标来衡量画质是不科学的 甚至是非常幼稚的 我们知道啊 显示器都是用静态的画面 进行校色的 那是不是不同的显示器 校完色以后 显示动态画面的时候 色彩就一样了呢 没有那么简单 更可能的结果 就是不同品牌的显示器 校准后的图像 在仪器上数据接近一致 但实际观察动态画面的效果 完全不同 也就是说 数据上瞒得过仪器 真实画质 却瞒不了人的眼睛 如果靠校色 就能达到完美画质 那把面板校个色就完事了 一众国产品牌也早就超越大法 对不对 那到底画质是什么呢 那真实的画质呢 是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构成的 但在最终显示中 只有以下几个核心是最为重要的 首先是清晰度 那我再来考考大家 什么是清晰度呢 你看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是分辨率吗 是4K 8K 但不告诉我一下 那注意了 我这里的清晰度指的并不是4K 8K这样的物理分辨率 而是指最终成像时单位区域内所能显示图像的层次和细节 那4K 8K只是区域单位 OK 你可以想象为一个容器 真正决定清晰度的 是这个单位的容器 究竟能装多少的图像信息和细节 那这里存在的误区就是 我们往往认为分辨率就是代表了清晰度 这是完全错误的 那液晶电视和显示器呢 由像素内液晶分子的偏转速度和液晶分子物理结构 也就是像素点的特性 还有呢芯片的驱动所决定的 那OLED呢 是由单个像素点限时能力决定的 但这里显然是制造商不会给出具体数据的 都是商业机密 那在高画质的机型中的同一片区域内呢 细节是多重的 是多层的 一个像素点往往能做的事情更多 显示更多的细节 这样的机器呢 你会感觉到图像的厚重 图像是很多层叠加在一起 而在低成本的机器中呢 一个像素点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 就显得细节很表象 单薄不生动 OK 那区别呢 就像劣质打印机打出的图像 和经过多层上色的油画之间的区别了 那这样的机器呢 你会感觉到物体和人物被磨皮 细节丢失严重 这个规律在影像传感器上也是成立的 比如就算你拿着一亿像素的手机 拍出来的照片 跟只有几百万像素的单反 拍出来的相片是没法比的 对不对 你可以理解为宽容度 也就是每个像素点记录的信息更多 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些1080P的电视播放4K的表现 也会比一些比较差的4K电视图像质量更好 细节更丰富 那这项严重影响画质的关键数据 没有常见的仪器能够量化指标 所以不要迷信8K 第二个我们再来讲讲色彩 这里包括色域色准和色阶 那色彩是一个很大的项目 涉及到的内容很多 我这里只是简单的说说容易被带节奏的部分 我们往往被色域空间的标准所迷惑 例如该显示设备覆盖达到了某色域空间的 百分之多少 并以此作为电视画质好坏的标准 那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百分数越高 代表着画质也就越好呢 是或者不是 来一波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 那其实这也是错的 常见的色域空间 709、2020、P3色域等等 色域空间是色彩描述方案的标准 并没有高低之分 那任何的色域空间 只要这个显示器能完整准确的显示出来 那这个显示设备就是很牛逼了 而覆盖率仅仅是硬件能实现的理想值 同样也只是一个区域单位 OK 而覆盖率呢 必须通过色彩管理才能真正的显示出来 或者说是发挥作用 那打个比方就是同样的一支笔 一个iPad Pro 有的人能画出非常漂亮的图像 而有的人呢 只能画一只小乌龟 最多再画一只小公鸡 那色彩管理系统的作用 是在最终显示时呢 进行色彩的准确度匹配 色彩准确度呢 才是真正最终影响色彩的最重要的因素 但这往往取决于各个厂家的软件算法 这些不可能外传 普通用户也无法得到各个厂商的色彩配置数据 那色阶呢 是指显示色彩阶梯的数量标准 例如浅红色到深红色之间呢 有多重不同的红色显示 那在这个之间呢 能显示出红色更多数量级的颜色 那表示呢这个显示设备就比较好 其中呢我们常见的就是8比特 10比特 12比特这类的单位 越高表示这个显示设备输出的色阶层越多 但需要注意的是 最终显示好坏 还是取决于色彩的管理系统 那最终呢我们要明白 支持更新的色域空间 并不代表显示设备最终的成像效果 那色域覆盖率更是无法代表最终色彩的好坏 就算覆盖率不高 只要在这个覆盖率有着很强的色彩管理 最终成像依然出色 覆盖率超高 但色彩管理算法很渣的话 那这个显示效果依然是渣渣 如果色彩映射不准确的话 往往最终成像的色彩溢出现象是非常明显 那这里如果要举例的话 肯定是索尼大法和苹果这两家公司的 色彩管理上是顶尖的 那三星的显示器参数一直很优秀 但很少见用三星屏在行业内做设计的 或者说图像处理的吧 我相信懂摄影的朋友都知道 色彩科学这个词 就算是同一片CMOS 佳能和索尼拍出来的片子的发色 或者说色彩取向是不同的 那反面的例子呢 就是国内的一票厂商都宣称广色域高对比度 那实际表现呢 就像浓妆艳抹的丫鬟 跟清淡优雅的公主比呢 还是上不了台面的 那我再多说一句 在这个领域的护城河是很高的 大法和苹果之所以厉害 那是多年的积累 需要从摄录设备到制作 全产业链的整合 所以不是一两个厂商靠着一两款产品 可以追上的 苹果可以用LG 用三星 甚至用友达的面板 但经过调教 显示的效果是统一的 准确的 那就算用了同一块面板 三星手机的显示效果跟苹果是完全不同的 那第三点呢 我要来聊一聊还原 也就是图像的质感 这是一个被忽略的非常严重 但又是非常关键的画质核心要素 那什么是还原 那显示图像中的物体 更像现实生活中的物体 或者是还原制作者描述的一个物体 质感处理是图像成像最终的打磨阶段 能不能显示和显示的是否逼真 是取决于质感的处理 这是非常复杂的运算 并不只是加了特效和光泽那么简单 我暂时也无法准确的把它描述出来 类似于皮肤的质感 衣料的质感 金属的质感 液体的质感 等等等等 越接近我们现实中的物体的质感 那图像的质感处理就越强 但现实来说 这样一个核心画质的因素 在大部分机构画质评测中是没有权重的 那还是拿三星的电视举例 虽然很多的指标 三星的QLED都超越了大法 但你仔细看三星显示的物体 那不管是肤色和衣料的质感 都没有大法那么的逼真自然 三星呢更抓眼球 但感觉并不真实 那4K 8K HDR 杜比世界等等 都是建立在这些画质要素的前提上 光支持这些指标 并不能说明画质的好坏 那比如很多的音箱或者功放上贴了一堆的认证 支持这个支持那个全部都支持 但一开身呢 还是个渣渣 但是厂商实现极高的画质的前提是要加大硬件软件的投入 而这些投入的成本巨大 特别是从0到90%的投入产出比比较高 那90%以上每上升一个点 成本都是指数级的增长 而大部分消费者呢 对大部分产品的90%以上的性能提升 是并不敏感的 也没有标准 所以在厂家的角度来说 还不如加入某些成本更低的概念 替代我们对画质概念的理解 实现销售 那最典型的就是用8K淘汰4K 来让一般用户感觉8K画质更好的错觉 那再打个比方 比如我们都追求1000尼特以上的高亮度 但事实上高质量的600尼特的背光控制 一样可以比1000尼特看上去更好 我们现在就处于用分辨率代替清晰度 色域覆盖代替色彩 亮度替代背光控制的错误观念之中 那这些年呢 一些机构的评分也如同手机的跑分 厂家投机取巧在针对一些数据刻意优化增加 评分 他们不会来跟你们说这些 一旦消费者了解了这些 那就不好骗了 那目前的8K电视还远没有4K那么成熟 我仔细对比过目前8K电视 单个像素的画质并没有比4K强多少 但为了实现8K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 更大的数据吞吐量 更快的芯片运算和更大的驱动电流 但目前根本没有准备好 比如上一代的大法旗舰8K电视都没能实现8K的机内解码 8K电视无法解码8K视频 这不是笑话吗 那今年的新品呢 机内解码播放8K视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出现了 去哪找8K的影片呢 那好片子呢 刚刚才从1080P洗版到了4K的版本 况且一部高质量的4K蓝光影片在60到80G左右 大家收藏起来都很占空间了 那8K这么大的数据量 至少现在存放是一个问题 那不是每个买8K电视的人家里都有多盘位的NEST 那买一个贵了两三倍的8K电视 放着4K甚至1080P的片子 不傻吗 那有人又说了 现在都在线看了 看在线资源 别逗了兄弟 就国内这些视频网站1080P都达不到 好吧 号称4K偏远都还不如1080P蓝光 不扯了不扯了又跑题了 那这些都聊的话 9500G的评测可以做三天三夜的内容 想看更多干货的话 订阅我的频道吧 有机会呢 我会慢慢的跟大家聊 OK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部影片太长了 所以上期就先这样 大家也都累了 9500G到底怎么样 那我下回分解 OK 当然我在这里要说明一下 我当然不会像其他的评测机构一样 罗列一堆的数据 OK 我的评测都是我对这款产品 经过实际使用一段时间以后的主观印象 OK 那如果要看数据的 请出门诱拐 一大票的评测机构都已经把数据已经测过了 那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到 麻烦大家动动手指 按赞评论 转发一键三连一下 下一集呢 我已经在制作了 预期下周或者下下周与大家见面 当然如果大家特别期待 点赞超过1000的话 我想我会夜以继日的赶出来的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